沒有聊四季 天天龍星 大家好 我是蒂雷歐 今天來看賽爾特人對上羅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兩邊選擇的文明 是賽爾特人跟羅馬人 賽爾特人他的特色是步兵單位的移動速度 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挖木頭的速度也很快 工程器攻擊速度也很快 血量也是特別多的 賽爾特人主要打法還是圍繞在步兵跟工程器身上 雖然他有遊俠 但是他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這個品種 所以遊俠的部分是非常少的情況下才會使用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羅馬人 羅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奴炮造價只要30塊黃金 而且可以受益於彈道血還有攻速加成 羅馬人他的步兵的鎧甲每點一點是兩倍的防禦率 還可以增加百夫長的能力 軍團長才對 可以增加軍團長的能力 那百夫長他的效果算是一個雙防很高的騎兵 而且點下野戰軍之後 跟軍團長一樣會有這個蓄氣傷害的效果 而且製造速度非常快 所以羅馬人非常適合騎兵加步兵的打法 再配上奴炮是適合羅馬人的後期決戰組合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封建時代 好 這邊是看到這邊已經開始挖木頭了 應該是會先補到三個人伐木 然後待會再補一個房子 好 這裡就可以先補一個房子 或兩個直接拉到底 好 趕快圍 好 那塞野特這邊伐木也是三個人伐木 那這一場的對決 是這個 這應該是大可吧 大概是2300 是2400左右的分數 Ryper Hera是2700 2600 都是非常高分 其實在頂尖的差300分來說 並不是差距非常大的 當然是以勝率來說 這300分差距是很多的 但是以實力來說 2400分跟2700分的玩家 還是有贏面的機會 不是完全沒機會 好 那我們來看到塞野特 這邊是已經補下了軍營 右邊是羅馬人 這邊還沒有補軍營 這邊是省了一個魔防嗎 看一下魔防有沒有省 省了一個魔防 補了一下軍營 好 等一下封建時代 這裡棒棒要打嗎 這裡不打棒棒 是不是對不起 薩爾特人的步兵移動速度加成呢 好 果然是選擇了棒棒開局 那羅馬人這邊呢 是決定開魔防 沒有開軍營 那這裡就不是一個棒棒開局了 那對方是棒棒開局的關係 這邊可以趕快圍加一下 把這裡圍起來小圍一下 讓棒棒一定要從這邊繞過來 再走過來 打到什麼地方 那這邊也要稍微圍死 才會比較不容易受到 塞爾特人的棒棒快攻 好 封建時代開始 棒棒的移動速度變成1.03 移動速度超級快速 羅馬人這裡生到封建時代 應該是會下馬就 好 先點一個一級伐木 好 一級農田 好 結果這裡沒有圍 這邊是要改圍圍房子了 OK 防守圍好了 好 放後面這裡趕快圍 好 空槍圍好 圍起來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看到裝甲步兵直接轉了毛兵 封建手還沒有打算去開始挖 好 這件事先稍微圍一下 唉唷 正面也圍好了 大可這邊羅馬人圍加圍得很快 槍兵錯到了一發 血量只剩23滴血 好 這裡再把自己圍起來 這兩隻村民有機會跑得掉嗎 好 出來偷打一下村 偷打一下裝甲步兵 太會了 好 這裡羅馬自己殺掉了一隻毛兵 那賽特人這邊直接轉出毛兵 加上裝甲步兵的前壓 但也沒有藏到任何的田頭 羅馬人這邊防守非常快速 而且農田已經撒了非常多 十片田了 好 這裡繼續出毛兵 圖一個房子 這邊高打低一下 OK 但是傷害怎麼打 就是一滴血 好 用這個城市中心 收掉了一隻裝甲 右邊村民反擊一下赤猴 右邊這種圍到底 好 那正面的圍法 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主要是這個金礦 露在外面會很難防守 右邊這邊小打一下 收村 收到一隻滴血 想要圍掉 再撞一下 但這個羅馬還是沒有辦法解決掉 但是沒有辦法追殺成功 還有8滴血 好 收掉 後面大量的毛兵加裝甲也出來了 羅馬還是這隻滅到 賽特人這邊農田樹也來到了14片田 風間時代應該可以安穩地度過了 羅馬人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但金礦真的守不住 真的沒辦法 這個只能撤 這張地圖對於達克來說是稍微有點不利的 因為黃金全部遺留在外面 圍牆的外面 所以現在羅馬人是斷金的狀況 可以轉碗挖石頭 挖挖石頭 蓋生城堡 慢慢守住 或是直接下一個城鎮中心 羅馬人這邊是損失了大量毛兵 毛兵全部受傷 還被抓掉了一隻村民 賽特這時候才補下一級農田跟法木技術 直接鬼轉品種 當然這下品種是要打肉馬嗎 沒有黃金騎士是按不出來的 這裡買賣一波 看來直接要買出騎士來 按騎士 再補一個兵工場 待會要來點下一攻一防 好二級伐木還有十秒鐘 看一下這波騎士 上前就是一陣爆砍 毛兵瞬間死亡大量 哎呀 這波羅馬人送方了自己的前線單位 但這邊一上城堡時代 是轉出了3TC 然後轉重裝長槍兵的一個防守 但重裝長槍兵還沒有升級上去 這邊先穩住3TC的肉量 久而待會有資源再去升級 羅馬人這邊點下了異攻 打得這麼兇啊 騎士這邊點異攻 最主要是要來抓村民 點完異攻之後 打村民只要四刀 效率就會非常好了 但羅馬人這裡沒有抓到任何的村民 讓對方稍微收村 哎唷 抓到了一隻 好 這四隻騎士還在跑來跑去 好 這裡也是3TC 坎濃 羅馬人終於也是升上去了 羅馬人終於也是升上去了 羅馬上槍兵都已經升級完畢 稍微可以反思回去了 好 這四隻騎士還在囉 好 後面補了修造院 開始要來減生物了 好 補了一個軍營 這要來轉常見兵嗎 好 騎士配長見兵 好 這個很羅馬 OK 羅馬人果然是點下了裝甲步兵的升級 那支援量來說 還沒有辦法很穩定出步兵喔 因為現在填還不夠 3TC運轉需要的肉量還是需要一些大概26片田左右 好 這邊長見兵直接升上去 三軍營出長見兵 然後配... 羅馬 這個策略其實對打羅馬來說算一個很好的一個想法 因為羅馬人騎士並沒有太多特殊能力 出騎士不如出百夫長 那如果沒有機動性單位的話就出肉馬 而肉馬的話也可以打對方的僧侶 反思回去也是不錯用的 羅馬人這裡停下輪走記住 兩邊農的非常的兇 塞特這邊4TC開農想打地貨嗎 帝王時代打羅馬人 優勢並不是非常巨大 除非他可以穩定的轉出奴炮 或者是重型投石車 才可以跟羅馬人打的比較有優勢一點 不然羅馬人的奴炮甚至會 慘人來說會優於塞特人 那塞特人反擊方式都是用重型投石車 不然就是用大量的步兵直接包掉 那大型大量的步兵的話 打奴炮來說也不是非常的好用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塞特人會怎麼打 這邊槍兵戳掉了僧侶 帝王時代補下 招槍掉了一隻槍兵 僧侶能夠撿得到這個聖物嗎 應該是沒有辦法 這裡重兵防守 好 硬撿 撿了回來 讓僧侶走到更裡面一點 但這裡並沒有辦法把聖物給圍起來 最後大顆是決定放棄這顆聖物 兩邊一路從封建時代之後 直接跳成城堡時代開龍 然後蓋起來萬里長城 這個打法很少見 現在的天梯生態裡 都是一直打架一直打架一直打架的 很少看到這樣一直農上去的 但這場兩邊都採取了一個特別的打法 就是開農上去沒有太多的騷 好 羅馬人這邊帝王時代補下了 還有大概10秒鐘 這裡亮翁技術也補了 手錐射也補下 農田技術 二鏡龍補了 還有亮翁技術 從天兵過來看一下 對方轉了松蘭武士 OK 帝王時代一升上去 最新頭11 造了兩台出來 松蘭武士數量有點多 攻擊力是11點 打常見兵的話其實有點痛的 羅馬人這邊帝王時代升上去 要趕快升級百服這個軍團長 軍團長要趕快優先升上去 才有機會打得贏松蘭武士 唉唷 這裡沒有為好 讓兩隻松蘭6的進來 而且正面的軍也要被拆除 而且松蘭武士移動速度非常快 跟騎兵其實差不多了 這兩隻要走掉了 巨型頭司機還在進攻當中 要拉一隻村民來修你的巨型頭司機 不然會被拆除喔 村民趕快來修 不修嗎 趕快拉趕快拉 砸到了長劍兵 軍團兵升級還有30秒 兩邊打得非常緊張 這裡修理 修到黃金沒有關係 巨型頭司機修到一半 停止了修理 趕快稍微抵消黃金 正面再補一個軍營 重新補下 正面巨型頭司機中午要拆除了嗎 難道這邊是賽爾特先拆出 拆出對手 軍團兵開始往前了 二攻還沒有補下 看一下這邊 送藍武士有高地的優勢 軍團兵現在是12攻 比送藍武士還要多了一點的基礎傷害 但是已經變成精銳的送藍武士了 傷害已經又突破了 比這個軍團兵還要再多兩點傷害 那送藍武士滿傷害之後 跟優俠的傷害是一樣的 14加4 那軍團兵這邊升級上去是12加4 16點 傷害差兩點 那如果再加上野戰軍的第一道傷害的話 可以稍微補身一些傷害的落後 那招架來說的話 跟慘能喔 都是羅馬人的軍團兵比較便宜喔 而且慘得又快 送藍武士有這個 慘能部署的問題 而且現在城堡已經被拆掉了一座 第二座城堡也被拆掉了 松藍武士會非常難纏喔 這時候賽爾特松藍武士配上奴炮 這個打法非常優秀 軍團兵正面繼續扛下來 第二棟城堡也再次被拆除 軍團兵這邊開始死傷出現 血量有點纏了 後面奴炮雖然非常多喔 重型奴炮還無法點下嗎 稍微買賣一下如何呢 這邊百夫長出來送頭 有百夫長的話 可以增加軍團兵的能力喔 這個靈氣效果 少量的百夫長 這邊是想往前衝阿 有被卡到 哇這個奴炮真的好痛 重型奴炮還有十秒鐘左右 後面的巨型頭司機趕快修 正面的兩邊交戰 看下有奴炮那一方還是比較優勢的 多瑪倫這邊被迫轉出了頭十車 跟對方的重型奴炮對打 這邊再打一發 還好這裡重型奴炮還沒有升起 松藍賽爾特狂樂 所以血量來說還是有點偏少 五速低血 多瑪倫點下三攻 增加一下傷害 但松藍武士目前已經數量變得有點少了 只剩下一隻 那現在缺乏進障單位幫坦的問題 所以羅馬人 塞爾特人這邊可能要轉個劍兵勇士 擋一下嗎 還是要繼續蓋城堡呢 把這根城堡蓋起來 趕快按松藍武士繼續量產 兩邊都是蓋起了 萬里長城 都想要打一個正面突破 軍團兵三攻終於主下 宋藍武士這邊三攻還有60秒 但軍團兵目前遇到奴炮還是非常的難受 紅石車出來也被燦燒掉 哇 賽車這邊工程系太多了 OK 羅馬人先受不了 點下了鐘頭的升級 中型投石車 雜弩炮效果是很好的 那通常有火炮的文明喔 是會優先點出火炮來 反擊弩炮是更方便的 還有這個劇型投石機 當然羅馬人喔 他也可以選擇一個大洛馬 去拆弩炮的一個動作 那這邊升級來說還是需要點時間了 那對方不知道會不會給羅馬人 有這個時間點出大洛馬呢 好 軍團兵繼續開拆 兩邊都在打一個陣地戰 上方城堡 兩棟繼續堅守 順利拆除賽特一棟的巨型投石機 第二台巨型投石機會被拆除嗎 後面工程器製造所補了兩個 這樣可以開始量產投石車 雖然我是拆除電竹速度非常快 這邊想要打出來看裡面場子是什麼 欸 場的竟然是投石車 投石車趕快看到 我們拿著斧頭 就是一陣爆砍 順利拆解成功 後方的工程器繼續工程當中 這邊賽特了因為要產松嵐無事的關係 所以產人有點阻撓到了 這邊巨型投石機的產出 反而是羅馬人這邊 巨型投石機更多台 羅馬人的問題是 現在正面沒有辦法有效反制這些的重型奴炮 打起來還是有點綁手綁腳的 這裡待會要怎麼突破呢 好 這藍武士開始往前 奴炮開始輸出 這裡 奴炮的串燒效果 打到軍團兵大量血量 但是這藍武士一心一意 只想要攻擊巨型投石機的關係 直接被大量的軍團兵給包圍住 造成大量的死傷 最後只拆解掉了兩台軍團司機 有點可惜了 這裡投石車洞出來 砸掉了兩台盧炮 後面的撐爆也少了一洞 軍團兵這邊防守 有點維持一彎 投石車洞改車被拆掉 賽爾特人後方城堡 也要被拆掉了嗎 巨型投石機繼續拆 剛剛修理修到一半沒有石頭了 第四台再出來 賽爾特這邊黃金被消耗也是蠻兇的 羅馬人這時候點下了二級射 增加一下城堡的射程範圍 但還沒有點彈道血 投石車再打個一發 送兩武士再次解掉 軍團兵數量只剩下二十隻 兩邊被經濟消耗得很重 巨型投石機趕快拆 收藍武士瞬間拆除兩座 第三座還有機會嗎 後面的奴炮還在繼續攻擊軍團兵 軍團兵的數量越來越少 收藍武士順利拆除了第三座 剩下四隻不繼續拆嗎 後面城堡也拆掉了 突然事情有了反轉 兩邊的城堡都繼續拆除了 正面兩邊都沒有城堡了 那賽爾特人這邊本來是非常劣勢 現在開始反打回去囉 城堡數量已經沒有了 還有一座 最後一座城堡 開始繼續量產送兩武士 這裡直接大量買賣一波 賣了一堆木頭 換取了石頭 再蓋一棟城堡 蓋在野地人家門口 羅馬的軍團兵還能夠搬回一城嗎 也是要轉兵人 那現在轉兵來說的話 賽爾特人其實經濟也不是那麼的好 羅馬人不是那麼的好 要轉這個大羅馬 升級黃金還是非常需要的 但是如果轉羅馬的話 對方的鬆蘭武士也會打不贏喔 所以現在羅馬人要思考東西很多 要該怎麼打是個問題 好 這裡拆除 前線的軍營 軍團兵開始往後撤 天下的工程工程師 增加了一下中型投石側的射程範圍 8加1 好 這裡拆除 好 繼續拆 好 上方的軍團兵 13隻的數量 賽爾特人點下了真兵技術 這裡大量的鬆蘭武士 開始進攻 後面的羅炮來到了18隻的數量 唉唷 這邊還沒有點下 賽爾特 狂樂 還沒有點下 這裡投石側有點難砸到步兵 終於點下了 賽爾特狂樂 點完之後泡血量就會很多 羅馬人這邊被一直逼到後方 羅斯爾炸了一發 炸掉了一些鬆蘭武士 看來在這個跑的實在是有夠快 好 上面補了一些房子 開始有點卡人口 賽爾特人這邊打房 打得超級成功 前面的房子 各處都在著火 哇 這裡鬆蘭武士真的沒料理嗎 軍團兵怎麼沒有去營救呢 前線人的投石機 這麼多軍團兵在防守 結果還被人家拆掉 我的天 重要的投石器一直被拆除 賽爾特人太猛 後面這裡死傷殘重 羅馬人順速掉到只剩下115吋左右 後面補下了更多的巨型投石機 如果我們想到自己有肉馬這個單位可以用 趕快升級一下馬爾凱 大殼這邊的升級似乎慢了半拍 有這麼多肉 但是卻沒有馬舊跟大肉馬可以使用 相當可惜喔 馬爾凱還有兩棲沒有升 該怎麼辦呢 賽爾特人又補了一座城堡 在你臉上啊 羅馬人升級呢 大羅馬是沒有的 那這邊馬爾凱 還要趕快再點一下 不然這個升級 有升跟沒升還是差蠻多的 這邊牽起兵 聖光 哇哇哇哇這邊越串越多隻 軍團兵越來越難打 哇奴炮開始在打巨型投石機了嗎 現在羅馬人使用巨型投石機想要反制奴炮回去 後面的巨型投石機也想要拆除 正面高達第一軍團兵好像快要頂回去 好有機會嗎 後面奴炮還在輸出 中型投石機出來 結果一出來就被收藍無視拆掉 羅馬人的中型投石車都沒有做到太多的效果 正面軍團兵也被奴炮 最後瓦解完畢 這時候大可搭出了聚聚 恭喜賽爾特人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是出了140日子的松爛無視 對上188隻的軍團兵 那羅馬的問題呢 真的是蠻害怕這種單純工程器的文明 就奴炮啊投石車都是非常難打 好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由賽特人拿到木材的勝利 不愧是由木材加成的文明 木材直接穩穩拿了快要六七千的資源 KD值能也是拿到1.56 松爛無視真的還是很好用的 跑得快傷害也高 而且造價成本也不是說特別貴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個讚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瓜哥 四次! 當然